陳部長請 江委員長 首先我想利用一點時間 請部長是不是能夠也說明一下 最近我們報章媒體 大概跑馬燈 也沒有說很大肆的去讓勞工朋友知道 我們現在有關於適合心智的勞退的 這一個勞工 那對於我們這個基金的操作 這一塊目前 聽說每一個帳戶裡頭 大概都可以有1.2萬的 這一個獲利 就分配下去 那現在這個狀況到底實質是怎麼樣 因為有人在問說 那我有沒有年資的限制 或者是我有怎麼樣的條件 我才符合這樣子的分配 是不是可以藉這個機會 短短的時間是不是也說明一下 是 謝謝委員提出來這個指教 就是我們這個勞退心智 現在有六百剛好六百零幾萬的勞工已經走勞退心智 所以它每一個都有個人的帳戶 那這個勞退心智 現在我們收入 我們現在的基金大概累積有一兆三千億 所以我們在這個市場上去操作 那麼有盈餘 去年的盈餘相當的不錯 去年的盈餘 我們的收益比大概達到6.2%左右 對 比以前四都要更高 對 比以前四更高 所以這個 那麼我們去年結算之後 就到年底結算之後 我們的盈餘就會平均的分配到所有的帳戶裡面 那每一個勞工的帳戶大概可以分配一萬兩千多塊 他們是退休了之後才能夠去領這一萬二嗎 對 還是現在就可以支領 沒有 它這個是它的退休帳戶 所以現在我們代操作 那麼有盈餘就進到它的帳戶 對 所以我意思說這個部分 既然當初這個法令這個政策走了之後 現在我們看到它的結果 是往好的方向去操作了 那你要適度的讓民眾知道說 當初我選擇了勞退心智之後 然後有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其實這樣也就像我們現在要講的 所謂幫勞工加薪也是一樣的條件 我們多麼希望這些企業主 多麼希望這些產業界 他們有了盈餘之後 結算之後 就能夠透過加薪的手段 分紅利的手段 就能夠讓勞工的實質感受到 說他們是辛苦有成 並且能夠改善他們的進一步的 家庭的生活環境 或者各方面的一個條件的提高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是不是你們在很多 是不是很多的這方面的Q&A 也應該在你們官網上面 直接讓民眾能夠理解 來 羅總 那個委員我補充一下 就是說勞退心智因為他有存錢進去 所以我們每年就會依照英語去分配 等於是配息的意思 但每一個人的會不一樣 因為他們本金多 錢存得多或是剛進來的人 那去年總共是700多億 所以你意思是說一萬兩千只是平均 不是每個人一萬兩千 因為去年才進來 對啊 所以意思是你就要說清楚啊 所以每個人大概是六點幾% 六點幾 那每一個確實是多少錢 他可以經濟查 所以你們講的一萬二只是平均數 那我請教你 那你們應該有個最高值是多少 有一個最高的是很恐怖 恐怖到什麼程度嗎 跟我們講一下 兩百多萬 蛤 他就可以分配到兩百多萬 因為我們的制度上有一個 你把就職結清以後 可以把就職錢帶到個人帳戶裡面來 然後等到你退休再來領錢 因為那個就職他 他那個照實際薪資去算的 沒有上限 所以有的人就幾千萬 對 有幾千萬 所以這一塊你們就不是說 只是發個新聞稿說 哎呀 平均一個人1.2萬 其實如果適用這個勞退薪資 因為過去就職結算了之後 因為這就是一個公式嘛 那這部分其實在剛剛推動 現在其實才多少年的時間 現在有這樣的績效情況下 你應該讓民眾趁勢來知道 因為從來沒有 沒有勞工可以知道說 原來我的退休金的這個基金的操作 我還可以被分到錢 那你現在告訴我說平均是1.2萬 事實上最高的還兩百多萬 對 但是每一個人不一樣 對 我知道 那這個人他今年兩百多萬 明年是不是有可能 看他的本金啊 對 我知道啊 明年如果操作得不錯 如果到7%到8% 他可能比兩百萬更高了 所以到時候他的退休所領的 就不是只是他 你看得到了眼前的數字嘛 我們是在上禮拜五 把他都記錄到他跟每一個人的帳戶去 所以我們是建立勞工朋友 有很多管道可以查 現在有他動保障卡嘛 有自然的憑證嘛 通通都會查到太陽 你們有沒有抽查一下 大概這個訊息 民眾知道了之後 他去看他的個別帳戶的 這個比例有多高 因為從上禮拜五才開始可以看 是 上禮拜要開始看 所以我建議你們是不是在這一個月內 應該做這樣的一個訪視的工作 你才可以知道說 因為我們發現我們現在啊 有關於所有勞動部的這個修法的部分啊 包括我們什麼生理假啦 產假啦 賠產假這些 我們發現很多勞工還是不知道欸 所以我們覺得說 很多的團體都在為勞工辛苦 很多民意代表在為勞工發聲 但是勞工自己並不知道 自己的權益是什麼 甚至於說我們的這個勞保生育給付 已經增加到兩個月了嘛 對不對 從去年六月開始實施嘛 可是好像很多勞工還是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我意思是說 你們應該要有一個機制 這個法推動了之後 怎麼樣能夠去test一下 到底勞工他自己本身知道多少 而不是只有勞動團體知道 不是只有民意團體知道 民意機構知道 或只有承辦的人士知道 這樣能夠理解嗎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真的不再談了 我們今天最終要談的是有關於現在 要修的四個法 那修的這個四個法當中啊 我們真的認為說啊 你現在政府剛剛我沿接這個 這個洋藥委員的一個提問啊 因為現在其實這一個企業產業它沒有加薪 可是賺錢的部分 我們不能夠說所有的老闆都是這樣子 但是真的有不少的老闆 尤其我們現在服務業佔了百分之六十五點多 其實這可能還比較保守 有人甚至於說服務業的這個佔比已經高達七成 那你七成平均服務業它的薪資就是不高 它高的可能就是在高層的那一些金字塔上端的 但是事務性工作的這一些 基本上可替代性高的 基本上薪資其實都不高啦 都不高 除非那種到大業班的啊 深業的這種還在開業的 或者是這種比較特殊的行業的 可能有 可是一般般的 幾乎薪資都不高 那這樣薪資不高的平常 它基本上它就會把所有的這種所謂的薪資的 獲得的一個比例就會降低嘛 那在這種情況這個情況其實是已經十幾年了 那我們在今年是選舉年 你們今年我們今年才提出這所謂 透過政府的修法的手段 要去這個使我們的產業企業界 能夠來分紅能夠來加薪 你難怪會被質疑啊 對不對 而且你現在在我們勞動部這邊 還是修勞動基準法 如果沒有這樣做的企業 就要怎樣處罰 部長你覺得合理嗎 你覺得做得到嗎 產業企業界會 而且你怎麼樣去知道他有沒有去做這樣的動作 這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勞基法29條原來就有宣誓性的規定 所以企業有盈餘就應該要分配給他這個員工 那現在就是後面多加了一個罰則 把它從宣誓性變成一個比較強制性 對 那我意思說宣誓性的他都不做嘛 不做嘛 才不會這幾年來我們的社會是M型化的 整個中產階級 整個高獲利的勞工事實上也都跟著垮下來了嘛 沒有中產階級其實兩邊的發展 對於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是沒有注意的啦 所以我們現在這一次的修法呢就是對於 當然所聽的對象只有這個公開發行股票的公司 所以那這個數量就有限啦 對啊 那現在問題就在啊 人家就在問啊 民間就在問啊 公開發行的公司 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賬 都可以看到它的發展嘛 對不對 而且這一些普遍獲利是不是都比較高 可是我們現在的勞工今天覺得獲利不高 而且是高學歷 然後去低舊的這一些 你管不到欸 我們也是希望用漸進的方式 現在先針對這個公開發行的公司 因為公開發行的公司它的財報啊 它的一些 它是公開的嘛 對 這些都是公開的 而且我們的監督機制也比較完善 那你覺得現在的公開上市的這些公司 他們普遍沒有加薪嗎 你們要不要先去核對一下 到底是有上市的 上櫃的這一些公開發行的公司 他們有加薪的這樣子的頻率比較高呢 還是我們現在民眾頭痛的是 不是這些上櫃上市的公司呢 其實普遍都有啦 就是他們也有盈獄好的會加薪啦 但是有一些 因為跟這個全球競爭的關係 雖然是上櫃上市公司 但是有些盈獄並不是很好的 它也並不見得有很明顯的加薪 營運不好 我們當然不能苛責他們啦 政府可能還要 顯然可能還要幫助他們一把 那現在大家要計較的是說 你政府有獎餐條例 你政府有各項的優惠的租稅措施 那結果你賺了錢了 結果你沒有去分配出來 我想大家今天再計較的是這個東西嘛 對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你覺得 我們修了你的勞動基準法之後 可以去遏止這些現象嗎 因為我們這個新法裡面要求 譬如他要提出一個具體的利益 利潤分享計畫 那這個計畫提出來呢 要送他的董事會審核 同時要報主管機關來審核 所以我們對於他利潤分享計畫裡面 他假設有意義 利潤分享計畫是給我們勞動部嗎 還是應該給經濟部 還是給 牧地事業主管機關 就是如果說他是銀行的話 他就要送這個金管會 那要說工廠的話 他可能就要送經濟部 那有些是勞動部主管就送勞動部 就是牧地事業主管機關會 因為我們對他的屬性比較了解 也知道他的這個經營的這個情況 那麼他的利潤分享計畫是否確實 你的利潤分享計畫你們勞動部有這方面 人家需要送給你們核備的嗎 哪些產業啊 他是要牧地事業主管機關來審核 那你們也是其中的牧地事業主管機關嗎 部分的產業 有哪些產業要報告你們這個 這個應該都是經濟部跟 主要都是經濟部跟金管會為主 對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必須要說 過去我們政府很多的政策 真的也是過度保守啦 尤其現在普遍的科幣線量讓人家感覺到 比如說以前一些政府的聯合開發案 那你空餘的房子 如果說以前以政府的操作來講 你就有一定的繁瑣的程序 你才可以租賃 你才可以販售 你才可以怎麼樣 但是陳如現在講的啊 你光光美盒是那個光光一年年繳的 這個管理費就不少啊 我不賣或者我沒有賣出去 或者我沒有租賃出去 所以現在呢 雖然到底租賃會不會造成那個房子的一個 所謂的這個價值的高低的差別 這我們還不知道 那我們也不希望有所謂 個別互相歧視的問題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我們要看的是說 你政府的一些行政手段 夠不夠積極 我們以前常講說 以法施政沒有錯 但是以法施政問題是 法律有未代的地方 就是要看你政府的魄力 看你政府能夠怎麼樣以民眾的觀點來著想 比如說現在就講了 你現在只要告訴民眾說 我光光我就是不租賃出去 我就是不賣出去 不低價賣出去的話 我政府光光每年的管理費加下來 不得了啊 那民眾就會去思考 這個部分我到底應不應該來面對 跟政府一起來面對來討論 我們現在政府的施政跟民眾的想望 基本上是兩個極端的 兩個極端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真的希望再處理 這個要不要加薪的 這個四個法的時候 能夠盡量站在民眾的角度來思考 這樣子才能夠讓民眾真正的感覺到 否則你現在告訴我 失業率比較低了 然後我們現在也在這個 這個清算盤點所有的 這個職缺的這個方向 我覺得這做法都是對的 我甚至於在這邊要呼籲說 不管我們這些這四個法 那它的裡邊還有沒有需要再修正 再調整再協商的地方 可是基本上解決勞工的困境是必要的 所以我最後才請教那個問題 我們現在勞工的貸款 年資要15年的勞保年資 你才可以申請嘛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可以降低 降低年限 幫我這個牽涉滿廣的 為什麼牽涉滿廣的 快你每一年最多只借10萬 而且是把他自己的錢提早先來 先來這個預支嘛 但是這個預支他還是要還啊 不是不用還啊 所以你把年資訂那麼高幹什麼 15年耶 其實人生的精華 我需要的錢的時候 也許不是在 不是在我已經即將要退休的時候 是在我正需要家裡 家裡面孩子正在長大 他需要學費的時候 各方面的時候 你在那個時候幫他們一把不是更好 其實本來用意很好是舊籍 很多人會把他當作提早行臨 所以他領完以後他就不還 你不還率有多高 20%左右 20% 那你到他退休 真正退休的時候 沒有辦法把他從退休金裡面扣回來嗎 從老幾戶扣他嘛 對不對 那老幾戶 譬如說他假如是10年年資 他只能領10個月 假如他一個月是2萬塊 他只能扣10萬 那我把他扣10萬加利息 全部扣下去他就沒有啦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這個要去講清楚啊 讓他自己想清楚啊 否則他會想說 就像說 很多老人家他基本上 如果家裡面就動產不動產 有的家 有的老人家的想法是說 待會兒你老了 歡迎他三歲你改叫 我再放給你就好了 但是有些比較開明的長輩 他心裡就會想啊 待會兒我老的時候 你年輕人也老了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你等到人家要老的時候 你才來那裡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定說可能幾歲 可能說他的總數是多少的時候 他可以有多少比例 他可以是針對他情領的比例 就是說 生代的比例啊 可以是他自己的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純部的部分的幾分之幾嘛 你可以再加這個部分嘛 但是要不要說把他定到15年這麼高 其實都可以再思考的嘛 是不是 好不好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江慧珍委員 再來我們接著